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一代独销流亡美国 制霸美洲独品网络 却一个女人死于乱枪之下的超霸气黑帮动作电影 八面煞星 由奥斯卡最佳导演 Oliver Stone编剧 好莱坞演技之神 阿尔帕西诺 和初代貌女米歇尔菲佛主演 1980年卡斯特罗开放古巴港口 成千上万的人逃离骨枪流亡美国 其中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不同程度的罪犯 托尼蒙大拿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原型 就是美国历史最有名的黑手党教父阿尔卡彭 前科累累的蒙大拿和好友曼尼在参观打工 每天累成狗的他们 看着街对面有钱人对着美女作用有报 心里极不平衡 一天 一个叫奥马尔的毒箱找到他们 然后他们去麦阿密酒店 到哥伦比亚人那里拿两公斤货 报酬五千美元 第二天 蒙大拿带着三个朋友去了麦阿密酒店 蒙大拿和长法哥上去拿货 他告诉曼尼 只要自己15分钟内没回来 就是出事了 到了地点以后 哥伦比亚毒箱果然黑是黑 用切割机当着蒙大拿的面 将长法哥切成了肉馅 蒙大拿不忍心看朋友餐死 却被对方拿枪指着头 逼着他看 此刻 曼尼正在楼下看美女 丝毫不知道蒙大拿即将丧命 15分钟过后 蒙大拿没有下来 曼尼直接冲了上去 端着冲锋枪崩瘫扫射 蒙大拿毒箱击毙人 曼尼也受了伤 哥伦比亚毒箱逃到大街上 被蒙大拿冲上去 当着游客的面打死 奥马尔知道后 让蒙大拿把货带给他 但蒙大拿已经不信任奥马尔 表示要直接见老大 否则绝不出货 蒙大拿当晚就见到了老大弗兰克 蒙大拿的勇猛 让老大刮魂相看 蒙大拿表示 自己为了这点货 死了一个兄弟 老大并不在意 告诉蒙大拿只要听话 以后有的是机会往上爬 喝酒间 老大的女人猪妞妞 突然贴身下凡一般 将临到豪宅里 蒙大拿的邪恶的眼神 被完全勾走 看到扫夫人的那一刻 蒙大拿就暗暗发誓 这老大 我交定了 老大看到童妞妞过来 立马向童妞妞介绍了 自己的新手下 童妞妞妞一眼就看出 蒙大拿心怀不轨 提示老大以后 有人要杀女士 你别后悔 老大哈哈大笑 谁敢杀我 下一个镜头就给了蒙大拿 从蒙大拿看到童妞妞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有了 干掉老大的想法 夜晚 老大弗兰克带着蒙大拿和童妞妞 去自己的场子蹦迪 童妞妞又主动邀请蒙大拿跳舞 扫夫人邀请蒙大拿不得不去 老大看着扫夫人一身绿色长裙 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而是看着蒙大拿表示 这个人是原猛将 蒙大拿则毫不掩饰自己 对嫂子的喜欢 谈嫂子小baby 嫂子大骂蒙大拿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死的 就剩你一个了 我也不会要你这种货色 蒙大拿告诉曼妞自己喜欢嫂子 蒙大拿告诉曼妞自己喜欢嫂子 曼妞表示 那可是老大的女人 老大的女人怎么了 让老大去死吧 不然可不过是个懦夫 第二天 两人一起到迈阿密的沙滩吹风 曼妞表示自己刚练了口技 以后准备用这个吸引美女 蒙大拿不信 曼妞当即就要表演 看到那个小妞了吗 我给你演示一下 蒙大拿走到一个小孩面前 你见过2B吗 我朋友就是 蒙大拿告诉曼妞 在美国要想发达就要有钱 有钱才能有权 留了权力你就不缺女人 以后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此后蒙大拿主动接触图妞妞 一有机会就讨近乎 夜晚挣了钱的蒙大拿 来到一面美国的母亲家中 看望母亲和妹妹 母亲一开门 看到蒙大拿就气不打一处来 反而是妹妹吉娜 十分想念大哥 一向狠毒的蒙大拿 看到母亲和妹妹十分的腼腆 她挣了很多钱 她给他们买了珠宝 想改善和母亲以及妹妹的关系 妹妹和哥哥回忆往事 她想像父亲那样有个理发店 但母亲眼里早就没有了这个儿子 一个走私犯罪的儿子 母亲骂蒙大拿是罪犯 亲手和流氓 蒙大拿虽然不服 但不敢回一句话 妹妹看大哥可怜 劝母亲住口 但蒙大拿阻止了 母亲骂儿子五年不见 现在一回来就拿钱杂人 母亲绝不允许蒙大拿带回妹妹 并警告蒙大拿永远不准回家 自己也绝不会要蒙大拿一分钱 蒙大拿就这样被母亲赶了出去 带给母亲的钱 也被母亲扔掉 妹妹吉娜出来和哥哥告别 吉娜告诉哥哥 自己知道哥哥在部队和监狱 受过多少苦 她是她唯一的亲人 无论再等十年还是二十年 她永远是她的亲人 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蒙大拿给了妹妹一些钱 让她不要告诉母亲 这是她的钱 曼妮看到吉娜后 一眼睛都直了 蒙大拿上了车 一眼就看了出来 警告曼妮 别打我妹妹的主意 几天后 蒙大拿和奥马尔到玻里维亚 见到了市里横跨拉丁美洲的 大毒枭卡当夫 卡当夫告诉蒙大拿 自己需要在美国找一个下架 弗兰克每个月只进回150公斤 谁人不能满足卡当夫的胃口 蒙大拿主动和卡当夫讨价还价 只要卡当夫能把货带到巴拿巴 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而且愿意和哥伦比亚人开战 帮他一同 迈阿米 和罗里达 谈判间 手下萨拉曼卡示意卡当夫 卡当夫离开接了一个电话 这个萨拉曼卡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决命图师 和风骚律师里的 萨拉曼卡家族一把手 也就是那个轮椅老头 回来后 卡当夫的脸色变了 奥马尔表示自己 只能要200公斤 卡当夫看着奥马尔 让他好好和弗兰克谈谈 自己可以用直升机 把奥马尔送过去 奥马尔果然听话离开 制造奥马尔后 卡当夫有了和蒙大拿 督处的机会 卡当夫很欣赏 蒙大拿的胆识 让他注意往天上看 什么意思 卡当夫表示 有人从我团队里 认出了一个垃圾 他就是奥马尔 警方的线人 自己有两个大将 都因为奥马尔的出卖 被判武器徒刑 蒙大拿表示 我绝不懂自己 不想动的人 而且他最讨厌的 就是奥马尔 这家伙 一出场就害了自己 一个兄弟 乌马分尸 而且自己绝不会 为任何人卖命 他只为自己 卡当夫非常喜欢 蒙大拿 并暗示他 普兰克太软了 我们想找个人取代他 不过 卡当夫警告蒙大拿 不要试图在自己背后 搞小动作 回到美国之后 普兰克大骂蒙大拿 却背着自己 接私活 普兰克虽然还在 老大位置坐着 但此时 谁是老大 已经一清二楚了 蒙大拿表示 这次以后 你每个月至少 竞争七千五百万美元 如果你资金不够 我可以帮你 普兰克表示 这块地盘上 还有其他好几大家族 蒙大拿表示 我会亲自活埋他们 我们需要扩张 分销 这些工作 蒙大拿早就计划好了 你们作为老大 负责收钱就行了 以后 不只是迈阿米 纽约 洛杉矶 都是他们的地盘 普兰克告诉蒙大拿 卡当夫是条毒蛇 不要接近他 而且 他说奥马尔是现任 你就信 他为什么杀奥马尔 还看不出来吗 就是想要除掉 弗兰克的干将 而蒙大拿 前军朝野 分化弗兰克势力 但蒙大拿 根本听不进去 转身要走 弗兰克警告小心 使得万年传 你这种九色 财气样样战的人 早晚要凉 出去后 蒙大拿看到了 嫂夫人 童牛牛 问童牛牛 喜不喜欢孩子 童牛牛表示 喜欢 蒙大拿表示自己 也喜欢孩子 他希望童牛牛 嫁给他 美女配英雄 只要有了童牛牛 他就能得到天下 童牛牛问 那 弗兰克怎么办 弗兰克 他就要凉了 夜晚 蒙大拿来到酒吧 看到妹妹吉娜 正和一个蛊惑仔跳舞 愤怒立马点燃了蒙大拿 但此刻 基督大队长 却找到了蒙大拿 希望蒙大拿 出自己的现任 只要蒙大拿 帮忙破案 他们就可以对蒙大拿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而且 帮蒙大拿 铲除对手 蒙大拿没有答应 和童牛牛一起喝酒 被弗兰克看到 弗兰克大骂 你们这对狗男女 愤然离开 童牛牛也气愤离开 开始气蒙大拿个软蛋 不敢对弗兰克动手 随后 蒙大拿看到那个男人 对吉娜献出手 直接冲了上去 锁红妹妹 并将其按在墙上 质问妹妹为什么 来这种肮脏的地方 妹妹对蒙大拿的管教 十分愤怒 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 想喝吃喝体 就喝吃喝体 蒙大拿一巴掌 跟妹妹哭在地上 让曼妮送妹妹回家 路上 妹妹吉娜表示自己 想谈恋爱 并骂曼妮 这个松包软淡 你喜欢我 曼妮一口否认 吉娜表示 别装了 每次看到曼妮的眼神 就知道 曼妮绝对喜欢自己 童牛牛 曼妮 妹妹 全部离开口 愤怒而孤独的蒙大拿 一个人喝闷酒 弗兰克手下的 玄冥二老 一直盯着蒙大拿 手下赫然是 两把冲锋枪 等到时机成熟 玄冥二老 抄起重砲枪 开启无差别扫射 蒙大拿被其他人的尸体挡住 躲在地板上还击 这一幕 根据阿尔卡彭 真实经历改变 阿尔卡彭曾被人 打了一千多枪 都躲了过去 蒙大拿开枪打断 玄冥二老钩腿 一口气打光了所有死弹后 合宿跑离现场 跑掉后的蒙大拿 第一时间给曼妮打电话 让她马上再加伙过来 随后蒙大拿告诉弗兰克手下 打电话给弗兰克 告诉他 老子没死 而且这就去找你 弗兰克还没反应过来 蒙大拿已经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基督大队长也在弗兰克办公室 看来这事 你也有份 弗兰克看到受伤的蒙大拿 像一头猛兽 立马寒暄 阿杉地 你怎么受伤了 来 哥看看 弗兰克表示 是其他家族干的 我帮你查查 蒙大拿可手下的枪口 全部对准弗兰克 弗兰克吓得无法支起腰 弗兰克表示 我对你还是忠诚的 但你先动的时候 就别怪我不意了 弗兰克家人打来电话 问弗兰克什么时候回家 弗兰克表示 一个小时后 我就回去了 弗兰克跪在地上 求蒙大拿饶命 抱着蒙大拿大腿求饶 扫夫人归你了 我不想死 蒙大拿看着这软蛋就来气 那么一枪 打穿了弗兰克的心脏 随后 蒙大拿看到了 基督大队长 你和弗兰克联合出调 你也别怪我不客气 两枪打死了队长 最后蒙大拿来到 通妞妞我室 叫醒通妞妞 弗兰克死了 蒙大拿看到外面的飞艇上 赫然写着一句话 世界是你的 从此 蒙大拿穿的卡当夫 在美国的现任 每个月两吨货 让蒙大拿成了 一桶多个粥的 头好头肖 钱多的点钞机都数不过来 每次村前 都需要几个人 扛着麻袋 往银航送 蒙大拿和通妞妞结婚 买了最大的豪宅 做了一个 两米多高的 春手绘油画结婚照 还养了一只 四百多斤的大脑服 当宠物 又给妹妹吉娜 开了一个豪华理发店 请了一堆服务员 蒙大拿挣钱太快 银行都不敢收了 因为这些钱太危险了 蒙大拿的生活 越来越放纵 越来越空虚 无论愤怒 高兴 她都用围禁药品 来麻痹自己 就像喝水一样 时间一长 蒙大拿的精神 越来越不正常 蒙大拿和通虐 两口子的生活 就是游山玩水 狂喝烂饮 可服用禁药 蒙大拿为人 被警察调查 蒙大拿在迈阿米 最好的律师的帮助下 花了五百万美金保释 律师告诉蒙大拿 这些人还会以税收问题 继续调查蒙大拿 而且这个指控 无法脱税 至少判五年 蒙大拿破口大骂 美国就是靠洗钱发家的 我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蒙大拿表示自己 绝不会进监狱 几天后 卡当夫和蒙大拿见面 见到了玻里维亚上将 华盛顿内政大臣 各种巨牢 这些人都有事物问题 所以准备团结在一起 共同解决麻烦 这些人可以让蒙大拿 免于牢狱之灾 只要交了罚款和补税即可 但蒙大拿必须帮忙做件事 美国的一个高官 准备揭露一些大人物 采与卡当夫生意的问题 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 蒙大拿愿意帮这些大佬 解决麻烦 夜晚喝多了的蒙大拿 对通牛牛破口大骂 骂通牛牛是个又烂又脏的人 还不能生孩子 因为他是叫毒虫 通牛牛直接反击 当中骂蒙大拿是毒虫 并表示要离开蒙大拿 蒙大拿一个人留在酒店里 所有人都看着他 蒙大拿站起身 骂这些名流 都是一关禽兽的伪君子 第二天 蒙大拿和卡兰夫手下 头号大将萨拉曼卡 一起执行任务 那枚高官的车出来了 但随后 一个女人领着孩子也上了车 萨拉曼卡准备全部灭口 蒙大拿拒绝 她绝不懂任何自己不想动的人 而且永远不会朝女人和孩子下手 车上已经安上了C4炸弹 萨拉曼卡准备引爆 整家四口全部炸死 蒙大拿故意放慢车速 让遥控器无法引爆 蒙大拿表示 要动手 可以当面干掉这个人 但不用炸弹 炸别人全家 没种当面杀人 就别动手 萨拉曼卡让蒙大拿快跟上 打死萨拉曼卡的蒙大拿给曼妮打电话 曼妮却消失了 通约又和妹妹吉娜也联系不上 回到住处的蒙大拿情绪非常狂躁 卡当夫打电话质问萨拉曼卡为何而死 蒙大拿却大骂萨拉曼卡是蠢猪 即将被高官揭秘的卡当夫已经如所针毡 你害我计划失败 刚刚用了药的蒙大拿抓起电话就摔 你算老几 我不为任何人卖命 要消火匹尽管来 随后蒙大拿找到母亲问妹妹吉娜去哪了 母亲说吉娜和一个男人走了 去了一树豪宅 随后蒙大拿来到了妹妹的别墅 开门后看到曼妮在屋里 随后看到了二楼的妹妹 暴怒的蒙大拿打穿了曼妮的肚子 你敢动我妹妹 妹妹抱着曼妮的尸体痛哭 表示自己刚和曼妮结婚 准备给哥哥一个惊喜 此时蒙大拿的情绪彻底崩溃 她打死了自己最好的兄弟和妹夫 手下让蒙大拿赶紧离开 卡当夫的人要来了 精神美名的蒙大拿和妹妹 回了自己的住处 卡当夫这一次会往死里报复 但蒙大拿没时间想这事 她只想到自己打死了曼妮 她用手捂住心脏才能缓解心痛 此时 卡当夫带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妈仔 冲进了蒙大拿的豪宅 悲伤的妹妹走到蒙大拿办公室 质问哥哥不让别的男人碰自己 是不是喜欢自己 蒙大拿一脸不解 妹妹朝蒙大拿开枪 表示自己是哥哥的人了 蒙大拿被妹妹打中了腿部 此刻 卡当夫一行人来到门口 一个马仔冲进来一阵扫射 妹妹死于往枪之下 蒙大拿一把将其堆下了楼 抄起枪将其当场打死 整个院子已经被卡当夫镇灵 而蒙大拿就两个手下在岗 蒙大拿看到死去的妹妹 开始不住的道歉 说自己很喜欢曼妮 在蒙大拿被妹妹的死被伤时 手下已经全部被打死 手下和妹妹的死 让蒙大拿彻底陷入疯狂 拿着自动捕枪和榴弹发射器 一枪打飞了大门 蒙大拿一口气打死十几人 自己也被楼下的一个喽啰偷袭 伸中竖枪 但此刻的蒙大拿已经疯狂 几乎感受不到疼痛 几十条枪对着蒙大拿疯狂扫射 蒙大拿复死顽抗 再次炸死数人的蒙大拿开始破口大骂 高喊没有人能打败自己 蒙大拿死了 身就上百枪外加一击 现弹枪 很多人不是说 为什么每次都是主角而赢 卡当夫死吗 这次卡当夫赢了 男主死的不能再死了 一代萧雄就此落幕 蒙大拿一声无恶不作 狂奉不忌 没做过什么好事 却因为一个善念一件好事 死无丧生之地 因为不忍心抄一个女人和他的孩子动手 他打死了萨拉曼卡 自己也死于软强之下 本片是教父阿尔帕西诺 演技最爆炸的电影之一 他塑造的恶霸形象 狂风不羁 脸上的横肉仿佛刀看斧舵一般 眼神更是犹如吃人的猛兽 成为几代影迷心中最经典的黑帮大罗形象之一 当年这部电影上映后 美国和欧洲大街小巷 随着可见蒙大拿的海报和同名T恤 衬衫 夹克 蒙大拿是一个心比天大的狂人 但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 他即使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 见了母亲也不敢放屁 父亲离家出走 从小缺少父爱的他 希望和母亲和妹妹和解 这头猛兽建物时 看到妹妹和母亲那勉腆的笑容 是这个狂人为数不多温柔的一面 但这个温柔不是普通人的温柔 而是一个恶霸 一个野兽的温柔 他控制欲气强 自己对女人花红流绿 却不忍心妹妹学坏 强大的妹控 让他不允许任何男人点污妹妹 甚至在疯狂中 打死了自己一生的好友 和自己刚过门的妹夫 他对妹妹的爱 竟有了火壳的味道 掉一点畸形的感觉 托尼蒙大男的形象 来自于美国黑兽当老大阿尔卡鹏 这个故事早在30年代时 就被霍华德修斯等大佬拍摄 当年阿尔卡鹏还特意找人问 霍华德的剧组 这部电影拍的是不是自己 剧组一口否认 阿尔卡鹏的手下问 那为什么能入脸上又倒霸 那只是噱头 卡鹏之所以关系这部电影 实际上是怕电影筹化自己的形象 实际上 编剧就是以卡鹏被原型设计的角色 还把他写的和妹妹乱伦 阿尔卡鹏要是知道 自己被写成和妹妹搞得过骨科的话 估计会气死 老板的卡鹏故事上映时 因为审核原因无法在芝加哥上映 芝加哥正是阿尔卡鹏的地盘 一部关于卡鹏的电影 怎么能不在卡鹏的地盘上上映呢 于是一个老大问导演 为什么不在芝加哥上映 导演说审核不让 老大问 想不想让电影在芝加哥上映 当然想啊 老大表示电话给我 电话过后告诉导演 你想什么时候在芝加哥上映 就什么时候上映 你想要上映多久 就上映多久 我说的 从那以后 阿尔卡鹏成了好莱坞 最受欢迎的老大 这就是电影 八面傻星的故事 这部电影深深影响了后来的 决敏徒师和风骚律师 里面的阿尔帕西诺的小弟曼妮 就是决敏徒师里 横跨欧美大陆的顶级独小 炸鸡叔和萨拉曼卡 都是他的手下 金发碧眼的女主 也是初代貌女的扮演者 同时也是蚁人二里 黄蜂女的妈妈 初代黄蜂女的扮演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欢迎看更多金蜜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